您好,这里是张联视野 从中印边境这一次的加勒万河谷的战斗一开始爆发 我就指出这是习近平亲自指挥的一场战役 因为我对中共的体制非常了解 在毛泽东时代,你掉一个牌 都要经过毛主席本人的批准 也就是说,加勒万河谷这一次冲突 中共出动了数百名军队 是必须要经过习近平批准的 没有习近平的批准 没有任何一级将领或者指挥官 胆敢出动数百名共军去偷袭印度人 这是中共的体制所决定的 这个体制在平时有利于整个的稳定 因为军队被严密看管 而且军队没有子弹 因为中共体制跟全世界其他国家的体制都不一样 它有一个总后勤部 除了总政治部管理军官 它还有一个总后勤部来管理弹药 也就是说,前线事变也好 平时的营法事变也好 你是没有弹药的 手续非常复杂 所以说呢,你一个牌 最多一个连出动 必须要经过中央军委主席批准 另外呢,你领弹药 你还得要经过中央军委批准 所以这样以来呢 就等于增加了双重保险 使得这个解放军发动内乱的可能性呢 非常非常的低 一般来说呢 要想有一群士兵拿到武器是非常困难的 现在呢 这个根据南华早报的披露呢 证实了我以前的判断 就是说习近平亲自指挥 或者说亲自批准了加勒湾河谷的 这个战狼伏击战 据这个南华早报说呢 我们知道南华早报是马云旗下的 他的这个很多地方 很多时候他消息灵通一点 南华早报引述 接近中共军方的消息人士称呢 说北京呢 对中印冲突的伤亡数字非常敏感 就是说呢 尽管这个现在网络上 民间都急切地想知道 中共到底死上多少人 但是呢 迄今没有任何一个部门 胆敢披露任何一点数字 因为什么呢 因为中共内部已经有一个规定 就是说任何数字的公布 都必须得到习近平的批准 所以呢 从这一点 大家也就能看出来了 这个实际上 这条消息就暗示呢 这场战役不仅伤亡数字 要经过习近平批准 那么战斗的爆发 更需要习近平的批准 一切都是习近平亲自指挥 亲自策划 亲自批准的 因为讲白了 给共军前线部队 一百个胆 他们也不敢去随随便便 打伤哪怕一个印度人 一般来说呢 都是在上级明确的指示当中 他们才敢去进行 所以说呢 这基本上呢 南华早报就证实了 加勒万河谷伏击战 是这个共军蓄移 这个是习近平亲自指挥的 蓄移发动的 另外呢 这两天呢 就是更多的细节披露出来 表明呢 这个 当时呢 战斗持续进行了七个小时 非常惨烈 然后呢 这个15号呢 先是共军数百人去偷袭 这个印军 就是伏击印军的一个巡逻队 后来呢 得到消息的印军呢 也赶过去征援 双方的这个作战级别呢 据说总体达到了上千人 而且呢 印军的损失呢 不止20人 现在最新报道呢 又有 他们这就是 印军在河谷里面 又找到18具尸体 也就是说 目前印军已有38人 到40人左右上升 另外呢 还有一些人失踪 因为印军呢 按照西方的习惯 就是说呢 只有找到尸体 就是活要见人 死要见尸 见不到尸体的 没有打捞出尸体的 一律是当成尸踪者 此前呢 印军估计呢 有些人失踪 有些人可能被共军俯罗了 因为一个消息说呢 共军大概俯罗了印军50人 因为共军出动的规模相当大 是有备而来 这个据说呢 16号呢 这个印军呢 就立即展开了报复 愤怒的比哈尔邦军人 此刀杀入了 这个共军的一个营地 也给共军造成了 大量的伤亡 另外呢 还有这个山体滑坡 正在他们这个 那个地方驻扎的 这共军呢 因为都隐藏在那一些 危险的悬崖下面 结果有一处悬崖滑坡 据说也掩埋了 不少共军 所以从现在的这个情况来看呢 这个中印冲突呢 是在习近平的蓄意指挥下 蓄意发动的 那么他发动的动机很明显 第一呢 他是想确定自己的大国领袖地位 因为这个习近 那个邓小平当年呢 掌握军圈不久 就迫不及待地发动了 对越南的战争 打越南呢 可以说是 巩固了邓小平的地位 所以说呢 现在习近平呢 也是想 顾忌重拾 通过这个 对印度的战争 而取得 绝对的军事控制权 另外呢 习近平呢 对他的这个军队呢 非常自信 觉得打印度不成问题 所以说呢 他这一次的 使用冷兵器 让士兵使用蓝牙棒作战呢 实际上就是 想给印军一个严厉的警告 再不服气 我们就要大打出手了 就要重新像62年那样 跟你攻打了 但是呢 他弄错的时候呢 印军并不服气 62年呢 总的来说 印军是取胜了 因为中共呢 先是 也是一样展开伏击战 对印军展开 通袭 取得胜利 因为少量的印军呢 惊慌是坐 在付出一些审视以后呢 急忙后撤 但是等到印军的 真正的作战部队 集结赶过来的时候呢 共军又慌忙撤退 一路败退 所以印军呢 并不害怕中国 而且呢 有消息表明呢 17、18号 这两天呢 已经有大批印军 前往边境地区 据说呢 有三个机械化步兵师 还有两个三地师 共七万五千八百人 这些官兵目前已经抵达 拉达克班公湖一线 随时可以进入作战状态 当然 中共呢 也在向这个 那一代征兵 所以说呢 双方进行战争的可能性 现在已经超过百分之九十 双方都在进行筹备 进行预备 那个据新德里这个电视台 这个报道呢 现在印度全国呢 已经处在一种群情汹涌的状态 因为人们呢 目睹这个 很多军人无故遭到 这个中共军队的蓄意伏击 史上如此惨重 感到由衷的愤慨 然后还有一个最新的消息呢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 已经向印度人民表示慰问 同时呢 表示深切哀悼 那些印度烈士 好 今天的这个短新闻 就向您报道了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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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